那個部分就反過頭來要擷群成黨一下 所以就多了與順水樓 黎州樓行程 其實這都不需要 其實因為已經在講那個個體建築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建議可以拿掉 八卦升旗台的那個部分 後端的那個描述 有關風水軸線的那個部分 其實在其他裡面 其實也可以一次講清楚 就不需要落到那個個體建築的時候 還在講風水軸線等等 這個部分也許文字上做一些修正 這是針對那個管理原則的這個部分的說明 以上 好 謝謝 複雜老師 這個幾個當初那個討論時候的狀況的報告 第一個就是有一些建議 特別剛剛王慧均老師講的使用分區建議 那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有跟黃慧均老師討論 因為那個第一個範圍很大 第二個 其實要並跟渡市的分區 不是用這個計畫 要做一個保護的計畫 那是我們這方建議的另外一條 那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請讓王慧均老師先放在建議 那以後我們看一下比較仔細 另外花錢來做 然後花時間做 那第二個是 我們大概其他的幾個案子 都是用景觀軸線 但是當然那個王慧均老師他去查的時候 他覺得你的風水有相當的關係 但是可能的話 那或許等一下老師也思考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不是景觀軸線的線 比較統一 然後後面再發風水 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可能 這個軸線可能跟風水有比較好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在每一個案子 因為現在有十一個案子 會統一 對 會統一做到 那第二個 他的第二軸線 我就是覺得他比較能夠支持下一個案子 其實當時沒有 就比較彈性的 沒有納入那個歷史建築的部分 老師也幫我們看一下 如果他的第二軸線成立 有很多可能都會 等一下那個案子就比較好 來做一些任務 那管理原則的部分 老師可以看到 跟上一版的管理原則修了很多 當我們也同意再做一些文字的修正 那也比較接近 管理一些原則的部分 大概做這樣的說明報告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還有一件 還有一件 那個常老師有沒有 有關擴大的部分 其實報告書裡面 我們大概有重的建議 其實就是要符合當初登錄的 那個理由 那但是就是 剛剛會做講 他是 因為變成是一個後續的討論 那我們現在先行 就是把我們原先已經登錄的範圍內 的事情先看清楚 那未來 對了 就是說那個右下角那張圖 其實是我們依照那個 整個山區的地形形式 他所畫出來的 草綠色那個部分 是我們建議多大的辦法 他比較能夠符合當初登錄的理由 那但是 因為還有諸多考人 那可能不是一個 那我們其實查過 那些範圍內 基本上都是公有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保護局 大概也沒辦法改 所以其實假設有機會 擴大範圍的話 大概比較不去真理 大概說明就這樣 那張老師的建議我們會修正 那那個 我可能要再說明一下 這個也可能 可以麻煩看一下那個 大的平面點 對 我從這邊再來說明 就是也讓下面的那個 審議的內容 會比較容易進行 就是這一塊區域 其實是剛初 那個先建了介壽堂 然後後來在1960年代 陸陸續續的蓋了 泥州樓、順水樓 還有他後面的那個 餐廳、食堂、宿舍等等 這些建築大概是後來 那所以其實他在這個園區裡面 除了修士蘭建的這三棟 比較具象徵性的建築之外 那這邊其實一直都是很重要的 革命之間研究院的 他們所使用的空間 那修老師在這邊應該上過課 他應該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建築師是 是黃寶堂 那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陣體 就是故宮的建築師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特別把他畫起來 這個藍色的區域 讓他可以跟這個整個空間 這也是一串在一起 這個是另外一個說明 以上 好 謝謝吳創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個金鞋都不要講 這個要怎麼寫 這個要怎麼寫 有兩張好 老師基本上還是要幫我們夠 同意不同意 兩張都要寫 對 我不同意就不用寫 前面的殘除山這些案子就被推翻 因為我們寫跟殘除山是一樣 真的 那當然就是後面 真的嗎 也一樣的喔 那我拿回來 我要先做問 因為拒定版本 是拒定版本 後面還有一個 剛剛吳創老師 郭老師跟張老師的一些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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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 烤箱的樣子 我覺得 烤箱很混亂 因為你馬上就有那麼多事的東西 那邊 那個是劈爆 對 這就是劈爆 這就是劈爆 我知道不同看我們都在走行政那幾個程序 可是你真的是 這個 整個規範的 你到底要不要在這個意料上 是一個 我從一個 我不曉得 講 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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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那個嗎 這一點要不要亂講話 知道嗎 什麼印象叫不知道啊 對啊 我真的要不要亂講話 只能說同意跟不同意而已 只能說同意跟不同意而已 還可以 兩個都不夠 不同意的理論不可以講話 同意跟第一件他們在說 可以 可以 好 好 我們看看 本案是沈亞第七案 華警官中山樓周圍園區保証維護計劃沈亞 本案 出席人數要3人 隨機3人 出席共12人 地方人數委員出席 出席12人同意 連人都同意 所以 同意人數達到出席維修規範 本案是同意 然後 這個有點不讓他考試的第一案 第二案 其實內容一樣 我就不再選擇了 就是同意 我們現在開始第八 審議案八 維護區中三樓周邊 草山林間 學校羅凱 順水樓 黎州樓 介壽堂 八卦申喜台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一起審議 本局針對剛剛五東建物 依文子法178條決定 在110年2月25日以及5月19日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專案小組現刊 詳細的會議記錄請委員參考物件 委員的意見摘要文下宴請委員參考提案單 草山林間 學校郭卡的照片 日至時期草山林間 學校原本建物的牆跡的牆跡 然後順水樓建物照片 順水樓為可食院跟甘薰班時期展示的宿舍以及獎堂 比舟樓建物的照片 比舟樓為學員的宿舍 接受堂建物 接受堂出來物品已經溢濕 但它其實是身為裡面比較核心的主要建物 曾經作為總裁辦公室 八萬神奇台的照片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詳細的基本資料請委員參考提見 價值分析 未來保存及管理維護一文字法規定 由建物管理機關附有產產署辦理 登入範圍影響評估 必須周圍則新建國和其他開發行為 如果有符合文字法暫事條 及失業稀則12條按委條件者 一文字法第34條規定辦理 禮拜一 請同意登入草山林間 學校博卡為等 市歷史建築 移稱草山林間 學校博卡總類其他設施 未知落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移民入二段十五號 歷史建築及其冰樓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本體為使貨跟棄枝博卡牆土 建造物五千號登記 建物坐落於無山段一小段 一三林之一部分 一五六部分 一七二部分等三比地號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序域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範圍是一圖 五 請委員採討互建 登入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一 約建於中和八年 為中學生處鑊體驗山林 強身間諜的體育周期強圈之所 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雙色追憶殘除 但博卡安山延棄實工則很好 二 自治時代教育設施殘跡為教育發展史的佐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被指審查及補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三款登入基準 維安地及地形圖 一旦二 以請同意登入北投區順水樓為本市歷史建築 移稱順水樓總類其他設施 位置不同 上個是一樣的 歷史建築的定著土地範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順水樓建物本體 五間號登記 縱入土地為如山段一小段 74部分 128-2部分 132-2部分 133部分 138部分 139 140 141 141 142部分 143部分 144部分 148部分 149部分 150部分 等 四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入理由及其法律 在青春幹訓班 革命時間研究院時期 作為獎師宿社獎堂 獎金國城 兼任隔石院研究院主任 第一期獎席班級在 立即在此足足 建物外觀簡卜 反映帳後正經背景 建物入口處相有 蔣介石總統落垮之樓民 一名系紀念名人移珠順水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廢址審查及此 主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款 登入基準 本來地及地形圖 禮拜三引起同意登入北投區 黎州樓為本書歷史建築 名稱黎州樓 種類其他設施 位置或地址是跟上的相同 歷史建築及其所 地樓土地面積及第一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黎州樓建築本體 建築建號登記 座樓土地為湖山段一小段 六十九至二、七十二、七十二至一部分 七十三、七十五部分 等無比地號 登入旅遊取緝法令一句 李州樓在青春幹訓班 和藝術間研究院時期 作為學員宿舍 為二層中坪的願寫 建築外觀檢圖反映彰控正經背景 入口處相約角度 歷史總統購買製作博物民 另一系紀念名字如黃泥州 組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廢紙審查及輔助方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三法登入基準 本案地及歷行圖 禮拜四 您請同意登入本郵區 介壽堂委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介壽堂總為其他設施 位置或地址與上的相同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 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本體為介壽堂建築本體 五建號 坐落土地範圍為 湖山段一小段 168至4部分 160部分 161部分 163 164 165部分 1號等 六筆土地 使經念經保 存範圍是測數據為準 登入旅遊及其房地依據 為青春幹訓班 革命時代年中月時期 大型集會空間 正方為日月池 八卦升旗台 介壽堂成作為主台 大公式為主要和新建物 東側空地層舉辦 美軍顧問團慶園遊會 繼黨國時代下空間 建構與成品的展現 符合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登入 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進入第一項 第二三環的路基準 本安地基地行圖 一半五名請同意登入 頭區八卦升旗台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八卦升旗台 總類其他設施 配置或地址 歷史建築及起立所有土地 範圍及面積地好 歷史建築本體為八卦升旗台 建造物本體 建號圖建號登記 作用土地為 古山段一小段 183部分 196部分 196-1部分 197部分 197-1部分 198部分 198-1部分 以上七筆土地 實際保存延期序域保存 大維實測度據為準 登入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八卦升旗台語接受堂永呼應關係 亦有軍事風水的象徵意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審查及輔助案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款 登入基準 遞及例行圖 合案提及本審議會審議 第一審議決定在於後續 也沒問題 多謝 sam 記者 貢獄 各位有ировningen 各位有約什麼 跟你覺得 3個案子 就是有關 在、民間學校 以及 enta per 府 一般的 而事常長的 老師我先說明一下 除了剛剛有講到那些第二軸線以外的事情 其實我們有一個實際上 在這邊將來要怎麼操作下去的問題 那重要 當然如果今天老師不給他 他就是重要警官員數 那我跟老師報告 重要警官員數其實 他在修復上繼續悔快下去也沒有罰則 對 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但是現在重要警官員數也不能拆除 但是也沒有罰則 他就很僵局 那我們最近大概跟國產署合作一個案例 就是國建管跟演講堂 他本來是有利益健身份 對 那文化局就幫他做再利用計畫跟規劃設計 然後依照文資法代行以後 幫他做到修復完成 那國產署也願意依照文資法來修這個房子 那我們自己去評估 在中三樓這個園區裡面所有房子修完 大概要超過10億元 所以這個大概沒有辦法用民間的計畫單獨再進來 一定要政府資源一半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是實際成本 就是給他身份以後依照文資法要求他修復 這樣會減低他的成本 也讓這十幾年難解的問題可以解標 好不好 那當然這個實際成本也有說明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王老師或者師傅做 其實這裡面還有很重要的不管你叫元素也好 就是那個溫泉漏頭 就是那個盪的那個坑的 那現在好像都不在這裡面 那我們其實也很擔心未來如果說他OT或哪裡去 他怎麼去處理那一塊 像那樣的東西在日本漏頭就是他最重要的溫泉的一個 其實可以叫 monument 那只是我們現在沒有這一塊的那個 所以那個現在沒有在我們被指定的地方 老師 我跟你說明那個產發局已經有分配 那個就是那個接受堂前面那個溫泉漏頭 他已經在分配了 他已經做那個下午分配 那我們是跟他講說 如果分配的話現在幾個文化設施也要進去 譬如說在旁邊的育品館 或是以後我們三下爐一些 其實在下爐 那也要把文化決算進去 已經有在做這樣的作業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在今天所有的人啊 所有財產組員 楊廣座還有兩邊的 特別市民心的市的財政局都沒有出席 他都沒有意見 有一件在這裡修 好 那我們就進行投票 各位手面有兩張單子 這個是人力實驗的第一個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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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謝謝 谢谢观看 好 看得到 那个国防部军备局 对 没有 你的军方发言 那我们的意见 主席各位好 那我们的意见是 这个中山农园区 军方其实还有十一笔的 那个原来新农年前 中清列表的大门 还有十一笔的台北市有土地 管理局还是国防部军备局 那可是其他的那个土地 还有那个地上路 管理已经全部是军方的资产 那考量那个地上路 现在全部都是国有财产署的 那我们是建议 那个市里有国产署 应该来就是 由他来办理那个 我们的十一笔台北市有土地的剥用 那除了可以服用 那个管用合理的原则 最重要的就是说 可以简化那个房地 法律关系 那个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 维护才是比较有利的 报完毕 好 谢谢主要 因为今天国外财产的事业 这个太大传达了 高校文会认识的功能 可以回答 然后希望可以 可以使用 其他财产 依照 可以使用 副作人 主要是价值評估的部分 那将来可能会比较于宾馆的方式 让所有权集中在一个单位 好不好 可是这还有一些过程要谈 好 谢谢 谢谢 我們在選這個習校分別 各位委員理事抗議 我們先就已經統籍的部份來做個選擇 第八案有關中三樓周邊草山林間學校 歐坎順水的民眾協助廠方法 這個文化價值的公開 關於林間學校部分 國安總人數委員23人 迴避2人出席13人 出席委員2人同意11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未達出席委員不辦 所以按不同意指定為指定 有關順水樓的部分 同樣的我們用迴避2人出席13人 一半無處出席 出席委員2人同意指定不同意 所以同意人數達到出席的反數 所以甚至不同意指定為指定 那有關於林搜索部分 同樣的我覺得不再跟入 跟證的同樣也是不同意指定為指定5G 那至於關於立憲的部分 那至於關於立憲的部分的話 那出席委員有23人 迴避5人2人 出席委員13人 一半無處出席 出席委員10人同意 所以達到出席委員5G 所以同意 那個登陸草山民間學校為歷史建築 那在順水樓的部分 同樣的出席委員11人同意 2人同意 達到出席委員或辦公 所以順水樓的部分 同意登陸為本市的歷史建築 那針對於黎周朵的部分 出席委員11人同意 2人不同意 所以同意的處 達到出席委員或辦公 所以同意登陸 黎周朵為歷史建築 那關於接受的團部分 我們同出席委員11人同意 1人不同意 所以出席委員達到出席委員或辦公 所以接受團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包括生意台部分 13人同意 離人不同意 所以同意達到出席委員或辦公 所以本案全以同意登陸包括生意台為歷史建築 然後決算第八個選舉的團合 謝謝 那如果各位委員有沒有連綜藝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好 非常謝謝各位